你是否觉得资源中心的模组过于繁杂而感到烦恼 你是否常常感到一些付费的模组居然还没有免费版的模组好用 所以先生的话给他带来一个镇子的系列 盘点网易那些免费的必备模组 只要你是MC玩家下面推荐的几款免费模组 你肯定用得到 上期视频的点赞部分已经是图为1500了 先生的话也是来推荐承诺 直接是制作的下期视频 还是老规矩点赞到位 这个系列的话肯定不会断根的 首先今天第一款必备免费模组自然螺盘 如果你是一位生存玩家 是不是常常在生存模式下寻找地形而感到十分的麻烦 加上这款模组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个自然螺盘 随时想要传送到我们想要去的地形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向日葵花田 然后的话点击搜索再点击传送 就可以直接是传送到这个地形上面来了 无论你是想去某个地形上面探险 生存或者是建房子都是非常适合的 今天呢第二款必备免费模组玻璃工艺 在我们原版当中呢 玻璃通常只能够当做一个装饰品 同时呢也非常的易碎 一卤就直接就是没了 加上了这款模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玻璃来做成一些工具之类的 玻璃剑 玻璃锄 玻璃斧子 它与原版当中的装备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玻璃剑呢 它的伤害非常的高 但是耐久度非常的低 玻璃嘛非常的锋利 伤害非常的高 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还原咱们真正的玻璃 同时呢玻璃斧大家可以看到 这砍起树来简直是跟创造模式一样啊 玻璃稿甚至连钻石都可以轻易的挖到 这些武器呢都是可以在生存门下合成的 合成起来的也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适合一些喜欢玩生存拓展的小伙伴 现在第三款必备免费模组填坑工具 来再看视频的小伙伴 就是在座的各位 有多少小伙伴是强迫症玩家可以扣播一 那这个模组就好像是专门是为你们定制的一样 在生存门下苦尼怕到处扎坏地形 一个一个去填补是不是非常的麻烦 加上了这款模组 我们就可以直接是一键把地形给修复 非常的方便 这简直就是强迫症玩家的福音呀 在生存门下只需要一个发射器和一个漏斗 就可以合成出一个填骨方块了 现在第四款必备免费模组 腐肉烧皮革 这款模组相信每一位小伴都是应该认识的 非常的简单 但是功能性非常的强 非常的好用 在生存门下后期 你们是不是家里面拥有大量的腐肉 不知道用来干啥 有了这款模组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们全部烧成皮革了 无论是做成书架 还是做成其他东西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款模组呢 没什么好多说的 简单的推荐一下就好 现在第五款必备免费模组便利工具 这款模组呢 新增了非常多的实用小工具 都是整合到一个模组里面了 这些工具呢 都是可以在生存门下合成的 功能性非常的强大 有些工具呢 可以直接是生存一个矿井 可以给我们提供安全的挖矿环境 有些工具呢 可以直接是为我们生成一个树屋 不想做建筑的懒爱玩家 相信这款模组肯定是少不了你们的 看吧 内饰都给你们做好了 下面呢 是阳台和客厅 上面呢 帐篷出来 还有非常多实用的小工具呢 就不给他一眼试了 总之而言之 这款模组是十分不错的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东西 如果看到这里 你还在观看的小伙伴呢 可以啊 长按一波点赞了 支持一波小冉 顺便呢 在弹幕里面 QQ1 报个到 看一下到最后究竟有多少小伴 全部把视频给看完了 那大家有什么好玩 或者是你心中啊 能够称的上市 必备的免费模组 也是欢迎推荐给小冉 每种下期视频就是他了